大家好,我是阿波,今天帶大家拜一下城隍爺喔! 喔,什麼叫城隍啊? 城呢,就是城牆,然後皇就是護城河 因為它保護著我們嘛,所以把它擬神化了 喔,所以像那種土地公啊,山山鬼王也就是類似這種規則對不對? 沒錯 欸,那我們來這裡是要拜城牆了喔? 沒有啦,就是把當地之縣的形象雕塑成神像喔 喔,所以就是以前的地方首長變成神明 那我可以把台北市長柯文哲變成神明嗎? 可是我比較想雕韓國瑜耶 我們到城隍廟囉 欸,這裡為什麼叫全台首藝啊? 因為它是第一個以台灣之縣的形象去雕刻而成的城隍爺 喔,沒有錯,像其他的城隍廟有些會是以大陸之縣的形象去雕塑出來的城隍爺 所以這裡算是第一個這麼做以台灣之縣形象雕塑出來 所以全台首藝是沒有什麼爭議的啦 所以其他大部分的城隍爺都是從大陸那邊分離過來就對了 沒有錯喔 好,那我們進去拜拜吧 這是神秘的通道喔 不要在這裡亂停車喔 準備好嗎? 洛杉 моз 九十八 九九 九十八 六十八 九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六十八 最剛開始的城隍廟只有五個排位而已 分別是射 祭 山川 風雲雷雨 還有城隍 可是第一任之線來啊 他們剛開始要上任之前 都要來先拜一下城隍爺 就有點像我們的宣誓典禮啦 像我們現在新上任的官員 他會跟孫中山先生做一個 我們的舊職宣誓這樣的概念 但是呢 工夫他看到只有五個牌位 覺得不太妥當 所以他把它變成是五尊神像的概念 但是最後後人呢 又將城隍這個形象 以第一任之線的樣貌 去做一個雕刻 就是有傳到現在的城隍廟郎 為什麼城隍爺會叫做顯幼虎啊 因為在清代的時候 城隍爺有三個等級 第一個叫威靈宮 這個最大的 第二個叫林幼虎 這是第二等級的 那縣的話就叫顯幼虎 所以等於是他的官階啦 所以他叫縣城隍廟嘛 所以剛好是縣這個等級 因為在早期台灣是台灣縣 蛤 你看這24師啊 其實就是過去啊 負責考試的官員 尤其是 考公司跟學證師啊 是大家很喜歡來拜的 你看看看看看 這幾個東方都是來求的 都是來求的 而且在這裡如果你有考試需求的話 尤其是公子啊 那這裡拜拜 親手蠻靈驗的喔 可以來試試看 你看看這裡有侍奉地藏王菩薩喔 我來告訴你為什麼這裡也會釋奉地藏王菩薩 因為地藏王菩薩其實是佛教的 而我們的成功也是道教的 那這個地方他們其實都是處理陰間事物的啦 然後像成功比較倾向於 就像一個地方政府這樣的概念 然後像地藏王菩薩 它就是我們的社福團體 來普渡眾生那種感覺 其實地藏王菩薩在佛教那一邊也是 滿有名氣的啦 對啊 它很有名的一句話你知道嗎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它後半句更重要 地獄不空 事不成佛 它其實就是要發願 普渡 度化這些眾生 讓他們脫離這些苦害 它其實非常的偉大啦 真的是很偉大的宏願 算盤上面有字耶 你看得到嗎 有有有 它寫著 楊綠欺瞞能信免 因絲清算總難逃耶 什麼意思啊 楊綠就是楊間的法律嘛 你如果去跟人騙啊 做一些事情 或許啦 你真的逃得過 喔 還暗戴不過 因為他抓不到嘛 可是他說 殷師就是殷間的官員 他在清算你在陽間所做壞事的時候 你就逃不過囉 找不到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歹路不可以走 還是勸你相殺 其實這整間都是這個規則 都是勸你做好事 做好事 對 存好心 做好事 說好話 沙貓 3月 3月 雖然 那你看看夜巡耶 夜巡是什麼意思啊 來來來來 我告訴你一個故事 是 每年7月 是不是都會鬼門開 對 鬼門開就會有好兄弟出來吃東西嘛 對 懇親假啦 然後接下來7月結束的時候 是不是就鬼門關了 對啊 那這些好兄弟喔 有些在外面的生意要做送耶 他就不想回家 御嫁未歸就對了 你要想帶你做兵就好了 真的耶 你不想想要對耶 每天都要拖到最後一秒鐘才要進去 真的真的 這還不是耶 這是要回地獄耶 喔喔喔喔 這孤魂野鬼 他回去地獄耶 所以我就真的不想對 鬼門關了還不對 他就在外面融融洗 所以成皇爺喔 他每年的8月第二週 讓你2個禮拜喔 你再扣一扣 還不對 第二週他就會出去 夜巡 他們就會非常的大陣仗 有成皇爺啊 士將啊 然後還有在那邊黑旗這些工具都會帶的 那就出去 開始離開這裡的孤魂野鬼 那讓他回到的 第一個 也先規勸 我一直強調啊 成皇爺非常的慈悲 他說 你也說 好啦 紅牌警告一次 該回家囉 不要在外面晃來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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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願意接受這種規勸的 他就會把你帶回去了 就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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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回到你去 他就很慈悲的概念 如果你不願意呢 這時候就不一樣了喔 士將就會上場 強制之法 士將跟嚴重的就是 范將軍跟謝將軍 鐵鏈就靠起來了 接下來把你抓起來 正義有鍋 讓你煙消雲散 你真的GG喔 我真的GG也再見 我原來就是玉野巡的意思喔 對對對 欸 你怎麼還在這裡啊 欸 我 我有請假 你有請假 阿婆 上面有寫 何來了嗎 這什麼意思啊 其實翻成白話文啊 就是 你來了啊 喔 就這樣而已喔 意思就是說 你來準備接受審判了啊 那種感覺 嗯嗯嗯 對對對 其實還是要勸人向善啊 而這個 鵝來寮其實是 三大名便之一喔 聽說 這裡本來也有 鵝來寮的牌便 但是 放棄啊 現在在府城的城隍廟 那裡還有一塊 對對對 這裡其實就是 還是 那種感覺就是 你來了啊 你要來接受 我的審判了嗎 那種感覺啦 對啊 城隍你在問你話的感覺 對對對 你怎麼還在這裡啊 你是要進去了嗎 剛剛講我有請假 我還沒準備好 呵 陽暴 陰暴 散暴 惡暴 樹暴 遲暴 啟日無暴 欸 這是不是在講說 早晚的一定會有報應的 真的 不是不暴 時候未到啦 大家好 太老不可以走啊 我剛剛那個放告牌子 是什麼意思啊 那個就有點像是以前的 幾股名媛 哦 那個是專門讓陰界的這些 孤魂野鬼 呵呵 他知道齁 他內心有很多的委屈 找不到地方申訴 所以城隍也非常的慈悲 他寫個放告 就是要讓你來申冤用的 就是恕我然叫申冤的意思 就對了 呵呵呵 欸阿婆 我看到左邊有一個審問的牌子 這是什麼意思啊 剛剛我們不是看到放告嗎 嘿 就代表我有冤屈嘛 那我就來這裡投訴 那城隍也受理之後呢 他就要洗刷你的冤屈 所以他把相關的人失誤 找來 然後去審問 判斷對錯 就像是過去啊 開封府 再辦案 那一樣的道理 所以晚上呢 城隍也會在這裡 處理陰間的失誤 所以盡量不要接近這裡喔 阿婆 欸 你知道城隍廟每一間的聖誕都不一樣嗎 為什麼 其實城隍也我剛剛有講 他是每一任支線 的形象來做祭拜的 對啊 所以會發生一個問題是 他們拜的支線 不一定是同一位啊 齁齁齁齁齁 生日不一樣嘛 所以生日就不一樣 這是少數廟宇裡面不一樣的特色 你來拜什麼天公廟 全部的生日都一樣一天嘛 都天公嘛 可能拜什麼廟宇都是一樣的 只有城隍廟是不一樣的 城隍廟它每一間的聖誕 可能都是不同的喔 歷盡千辛萬苦啊 我來這裡整個人 叉叉叉叉叉叉 真的耶 殷失陸第八季啊 差不多喔 我來過到死屍過耶 那大家都客人啊 全部都在擠羅宋 我來唱的 我來唱的 我買不到 羅宋買不到 可是它這個 這種歐包也蠻好吃的 超標的 補給麵包啦 誒 城隍廟旁邊走出來 城隍路上 就是補給麵包 所以剛剛這裡幾分鐘啊 你說 從城隍廟到補給嗎 對 走路三分鐘 阿補給是幾點開賣啊 每天都有 但它就是不同的東西的出爐時間 我們剛好遇到 它的羅宋出爐的時間 喔 阿你還進去還搶不到 怎麼搶 你不是遇到出爐時間嗎 阿 你還沒有出爐 你們剛才看外面已經排一個L型的 排到 是沒有排王啦 排到隔壁的合作經過而已 合作經過而已 對 沒王啦差不多 小二公尺而已 小二公尺而已 一二十公尺而已 對啊 不很厲害啦 沒有很可以啦 但你惹不起啦 那幾間店裡都人而已 對啦 對啦 阿我買幾個 除了羅宋之外 我覺得 因為我從小在這邊算 算有試圖過啦 你試圖小孩 小孩的時候真的試圖 所以你辛苦有恰靈恰風流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有恰靈 我要叫城隍爺給你修理喔 我有恰皮卡丘嗎 你有恰皮卡丘嗎 好啦 很棒 他就是 他就是那個台式的歐包 很有名 這個很有名 很有名 他這個 他叫做起司球 這個叫起司球 這個起司球 不是寶貝球 不是啦 他這個很香 然後你看喔 很特別 他的起司是 打一個洞灌進去的 這有起司喔 對 這很好吃 然後後面QQ的 他整個咬起來 就有那種鹹香鹹香的味道 這個很特別 這個是 很多人來這裡不知道要吃的 他這個是蠻 我覺得蠻獨特的 然後裡面吃起來 有一點點麻糬的口感 你說一口十塊 一口十塊 不便宜 他東西都不便宜 然後你可以買買他這種歐包 吃吃看啊 左右互搏之術 右手畫圈 左手畫圓 左手畫圓 左手起司球 右手歐包 你看喔 他的其實很柔軟 他不是像人家那種 歐式麵包有些比較硬 然後他就加很多堅果啊 什麼 我這個是 柏爵堅果 什麼叫柏爵堅果 就是 他裡面應該是什麼 柏爵紅茶 鹿這個麵包吧 再加他的那個堅果 那不是核桃嗎 核桃啊 柏爵核桃 我比較不認識核桃 沒有啊 你是沒讀書而已 有 我有念書 你還沒說的 今天拿到城隍廟 我有念書 怎麼說也是堂堂碩士畢業啊 他那個教保證金畢業 真的會排隊就是 真的教保證金喔 真的教保證金喔 他的堅果很脆香 然後他的麵皮啊 其實就是 柏軟但是又有嚼勁 然後香味很主 有怪人的排隊 會不會 他的麵包就是具於原味 是那個麥香 所以真的就是喜歡 叫那邊歐式麵包 對 沒錯 沒錯 所以附近麵包 我個人是還蠻推薦的 只是如果真的 他大豬鵝的時候 排隊那個 擁擠的時候 是有點不舒服 不過這個我來一條 就沒想要來第二條 我看太多人了 人偷的 喔 似乎你是 鳳莎在走的 對啊 這好像周年青在走東西的 他就是一個 長方形嘛 你這樣走進去就一直 對對對對對 然後看到你要人家趕快拿喔 啊不然過站不停喔 過站不停 過站不停喔 你就退退退 我要結帳了 我要拿東西還沒有 不好意思你要再重新 回那個董蛋 太多人啊 對啊 喝價是喝價就是 人真的 你哪個有就這點 自己斟酌一下 那現在也不停車喔 不好停喔 你去城隍廟拜拜走過 你不要把他開怪喔 沒錯沒錯沒錯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和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下部影片見 掰掰 而這些 愛戴著直線呢 的神像 的形象啦 擬神 這是複 城牆的意思 變成這個神尊的那個形 他就是把 敗下 咳